过程中变黑变瘦了 他们特别的心疼 黑是我觉得不可避免的 因为夏天在拍古装戏 已经尽可能的去做防晒了 瘦是一件好事 就是可能在古装上的时候 呈现的会更好看一些 你觉得黑和瘦会影响自己的偶像形象吗 应该是更好了吧 我觉得还不错 那晒黑之后有什么保养皮肤的诀窍吗 没管它 我是五一个冬天就摆回来了那种 就还好 本身体质比较慢 这次在成情令中给自己的表现打几分 打五分吧 满分十分 为什么这么严格 狼王金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比较难演 因为他面部的表情不会做那么多 都是在从内心跟眼神去交流 很多时候大家一群人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在那讲 然后就以为在那拍点大 陈其敏的打戏戏份很重 拍起来会不会觉得特别辛苦 拍起来其实也还好 特别爽 没有觉得很辛苦 因为很喜欢拍打戏 不要威亚 在剧组里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想骑车 想骑车 因为我今年没有怎么骑车 想骑车的时候 最近网购的经历当中 最想象粉丝案例的产品是什么 可能是红薯干吧 就热量低 然后还挺好吃的甜甜的 你觉得这次拍古装和以往拍摄古装有什么区别 之前拍过一次古装就是红排二 那个时候是我第二次拍起 然后可能对这个头套跟眼神的方面没有那么多记忆游戏的地方 这一次的话就是算是真正的开始拍摄古装 可能是因为发型的原因吧 眼睛更勒了 感觉整个眼睛睁不开 就是没办法用现代的时候的眼神用到古装上 可能要在拍古装的时候 眼神可能要再用力才能会明显 这次饰演狼王鸡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性格像吗 我觉得还比较像 就是我也是那种不爱说话 但是内心比较活着的那种 狼王鸡也是就是面叹脸 但是他是那些很自信 然后做什么事都非常心有成竹的那样的人 这次拍戏特别辛苦 你在此期间瘦了多少斤 我不量体重的 我体重可能没有很大变化 但可能脸会瘦这样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拍戏过程中 最困难和最难忘的事情 最困难可能就是前几天在这边拍戏的时候 阳光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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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睁不开眼睛 难忘可能掉一眼的时候 难忘喜欢掉一眼 我这里有两个尾亚特别帅 一个是从从在屋檐上 然后飞起来 飞特别高 然后一下落下来 然后带手扶起那样 还有一个是平躺 平一个45度角 然后那样滑过去的一个武雅动作 特别喜欢 那最欢乐的事情呢 在剧组最欢乐的话就是打小战 我们演员们都还挺融洽的 对特别欢乐 这次打戏比较多 拍戏过程中有没有受过伤 没有 那自己的舞蹈功底对拍戏 有没有什么帮助 那就是很大帮助 肢体现象吗 有想过之后的发展方向吗 方向的话还是会重点放在演员上 但中间我也不会放下歌手的这个身份 有吃早饭的习惯吗 特别早的话会有 喜欢咸粽子还是甜粽子 咸 喜欢破洞窟还是扩腿窟 这两个都还挺喜欢的 跳舞的时候会欣赏自己的身影吗 会重复看 一个星期自拍几次 一个星期都不自拍 有没有因为自己长得帅而烦恼过 没有 之后最想尝试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乐学高校小的力学